我是建議各派系可以共退 比如說像我認為蘇嘉全林佳龍 或者是潘孟安都有機會 就是出來承擔 把全國的這個民進黨的氣勢 再把它帶起來 民進黨新任主席 誰來接成為黨內最熱門話題 最新人選浮上台面 因襲鼠疫前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 而副總統賴清德陣營 則是鎖定即將卸任的屏東縣長 潘孟安出馬 政國會的林佳龍同樣是熱門人選 下輪的黨主席 確實是一個責任的承擔 尤其剛剛面對敗選 然後又要面對即將展開的 另一個挑戰 2024總統大選 民進黨內有幾位被寄予厚望的人選 我覺得都是不錯 其實現階段 我們今天下午 禮拜三的中場會 我們才要推舉我們的代理黨主席陳其邁而已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好像開始在討論 誰是下任的黨主席的參選人好像是過早了 2022選舉大敗 黨內經不起再次激烈廝殺 派系色彩蛋能夠調和各派系甚至無意2024的人是最適合的人選 而除了選出信任黨魁也要全面檢討敗選原因 但總統蔡英文跟陳時中團隊參叙時認為敗選原因就是台灣人民不想看到民進黨 一黨獨大 難道錯的又是台灣民眾 批評其他的政黨 但我們更希望現在執政黨有自知之民 民眾現在對你們的厭惡跟對你們的不信任 真的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請執政黨應該要審施 並且好好的引以為戒 綠營敗選檢討 檢討的卻是台灣民眾 這樣的說法恐怕再度引發爭議 歡迎新聞吳懷漢王毅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